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禅宗的修法中分为顿法及剑法 密教的修行也有顿法及剑法 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始 那么我们再看后面这一大段 它这里面你要修刚才我讲的顿法 你们想说,哎呀,好,我要跟师尊讲的一样 要四大分解 要我的神势当中如闪电一样的飞起来 然后飞到西空跟天上的东方大明星互相结合 成为一片大西空 我讲的是,好,我现在开始修 快六点要吃饭了 怎么搞的,我还在咳嗽 我怎么想不出来 没有办法上去 身体还是重得很 还是坐在这里 这就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用剑法去修 剑法就是剑剑的 所以那个禅宗啊,有什么顿物啊,有剑物啊 密教里面其实也有顿,也有剑 密教里面的顿就是刚才我讲的 一刹那之间四大分散,神势飞向西空,归入大西空 就是顿 那么剑呢,就是要依照他里面所讲的这样子去修 好,这个第九十二页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八行 若依前法 先想自心并为圆满夜轮 尚有恩智 从彼收放光明 自身变成必如真阿佛 一面而被所皆定印 其身金色光漫围绕 坐白莲花及夜轮座 头戴宝冠 顶有法及 身穿尖锣 上下二衣 奏印加持之法 广列随意之不祥述 赐亦前面修以至相同之如来 似为第二四肢 赐亦彼尊心间夜轮 安部所诵咒慢 似为四肢念诵 这个就是讲 见的 见法 就是渐渐的修法 在这个行步道赤地瓶里面 你先把自己的心 我讲过了 在四步道里面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化为一朵莲花 莲花上面有夜轮 夜轮 这个有咒日 大字如来 奥 别扎 大都 患 奥 别扎 大都 患 有两个咒语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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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舍 阿 也是大日如来的 这个咒语 那么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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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在你的夜轮上面 那么心中有夜轮 那么在观想自己 一撒那之间变成大日如来 就跟书上所写的一样 这个时候啊 第二次呢 你还要观想你的正前方 你还要观想你的正前方 就是你的本尊 也是大日如来 正前方 观想智慧本尊 也是一样的 它的心迹 也是一个夜轮 那么 一样的大日如来的咒 莲花 心迹里面显现出来 那么整尊跟你完全一模一样 再来 就是靠呼吸 空袭 这个一个晝日飞出来 从你鼻子进去 飞到你的这个夜轮 哎 合起来 然后这个晝日再飞出来 再飞出去 到大日如来的这个星际的这个 晝轮 啊 上面 这样飞过来 飞过去 飞过来 飞过去 就是在那边飞 那这里面有出现几个东西 大家知道的 这里面这个 有 智 就是大日经里面 云 大日经云 智一智相合 如是 是成是 那么第二 是为生 这个再来呢 就是修习 命集力 这个就有四肢 四肢里面就是 智 咒智 咒的声音 命 什么是命呢 就是空袭 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的空袭 力 什么叫做力啊 就是你的念头 念力 这叫 外四肢念诵 四肢 一个是声音 一个是咒智 那么一个是呼吸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你的念力 你计备了这四个 在行步伐里面就讲解很清楚 在四步伐里面我也谈过 说那个呼吸的时候怎么呼吸啊 这个咒日怎么样飞进去啊 怎么样又合在一起又飞出来 又飞到这个本尊 智慧本尊的这个心间的咒轮里面 又从里面又飞出第二个字进来 又怎么样飞出去 这个要靠你 就在信念你的念力 那么不但不但你的念力要信念啊 又要信念你本身的这个呼吸 又是声音又是志 这四者通通关键在这里面 那么这一段呢 讲的就是外四肢念诵 这里面有这个马上成就的 马上成就的 又就是顿法 那么见法就是渐渐去这样子修 修到最后啊 你跟大日如来本身能够合一的 大日如来跟你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一个渐渐修行的方法 跟这个很快这个成就的方法 那么这是在行步道赤地平 地山里面所谈到的 地山里面清荣的湖 到底什么是空性 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 联生活佛的开始 关于空性方面 其实这个释迦牟尼佛 佛陀他本身在世的时候 他经常也是提到这个空性方面 所以你说三法印里面 他讲的无常印 无我印 涅槃极境印 这个三法印 讲无常 是讲一切都是在变的 都是在变化之中的 那么讲无我 其实就是在讲空性 四大会分散的 你身体不够是四大甲合 地水火轰 人要走的时候 地先死 地不动 再来呢 是水不流了 血液不循环 再来是温度 温度降下来了 火就熄了 最后呢 最后呢 那个气都没有了 那个气啊 根本就不出入了 连维席都没有了 轰都没有了 这四大通通都没有了 我讲一个笑话 将来这个师尊脚是纏纲啊 纏纲里面说哎呀 这师尊大成就者 一定是这个弱身不坏的 那么里面准备一个大纲 很大的缸啊 把我抬上去 这个脚啊 这个莲花座做不起来 你们就勉强给它叼 哈哈哈哈 勉强给它叼 用绳子绑 把这个脚啊 叼成这个双盘 这个莲花座这样子 做得很庄严 这个头脚是滴滴的 哎 记得哦 后面绑一只棍子 哈哈哈哈 啊 用一个绳子给它绑着 很庄严的样子 这样子啊 很庄严的样子 这个头不能让它滴下来 很庄严 做钢嘛 这边放一些那个 他们做钢啊 放一些那个木炭 木炭它会吸掉那些味道啊 什么东西 石灰啊 木炭啊 给它烘好 用石膏 用石膏这个石灰粉 让它细菌啊 蚂蚁啊 什么东西 爬不进来 烘钢 烘起来 给它埋起来 那埋起来以后呢 这个 隔个三年吧 其实三年是不画的 我 做这个 我看洪水 看地理 我知道 一般的史题 都是要六年才画 三年是不画 六年以后 开关 一开起来 哇 做得好好 一点通通都 好好的 前身舌利啊 不得了 现在 现在假如是说 这个前身舌利啊 这个弱身不坏 就轰动全世界 将来大家也可以做 你们也会这个前身不坏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本身啊 也可以这个 现代人的吃这个 好像是说这个罐头啊 防腐剂啊 吃多了 哇 他这个 跑到前身去 这个前身就不容易 这个 不容易腐败 不会坏的 我据说 很多这个 伟人啊 他们这个 能够保持 他的这个死题 不坏 不烂 都是用这个 防腐剂 防腐剂在身上的 但是这个是属于科学 防腐的方法 这不关系到修行 将来我假如是说 这个 想要弱身不坏啊 或者你们想弱身不坏啊 你就多吃一点防腐剂 慢慢吃就好了 将来你也可以坐钢 哇 一出来 高身啊 哇 你们都是高身啊 我看我还是不要坐钢 好 师尊很喜欢的 就是不保留东西的 我走的时候啊 我希望啊 我的一切的东西 都不保留 四大分散以后啊 直接一条灵命啊 神是飞向西空 归于大西空 你看这个才是很伟大 像彩虹一样啊 虽然它显现的时候啊 是七彩的红光 但是它消失的时候啊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人生也应该这个样子 你在这世界上保留些什么东西 不需要保留的 什么都是归于空的 四大五印都是空的 眼耳鼻舌身意色生相畏处法 全部都是空的 你常常想这个空性啊 心会平和 你的心啊 会比较平和 你只要不想这个空性啊 你心平不合的 爱 恨 情 愁 谁欠谁 谁怕谁 谁要流行 谁怕谁啊 其实不是谁怕谁 谁也不怕谁 谁也怕谁 谁根本没有谁 阿谁是谁 阿谁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谁是谁 谁怕谁 对不对 根本都是一场空嘛 不过借你玩戏几十年 没有什么的 都是空的 所以你说现在的那些大和尚啊 我的信徒最多啊 我盖的庙最大 阿谁是谁 你能够四大解散以后啊 一条神是贵大悉空吗 你能够成就这个吗 你能够成就啊 这才是真正的一道合一 而不是谁的信徒多 谁的庙盖的最大 谁的善事做的最大 有一天啊 地球爆炸啊 我问你 谁的善事做的最大 地球爆炸的时候啊 谁的善事做的最大 你们说 谁的善事做的最大 还是一样的 四大解散以后 你的一条神是能够归以大悉空 成就正觉的如来 这是一道合一为大 其他都是没有的 好 今天谈到这里 我们还有没追问 5193 9183 3 184 1301 9183 1702 1804 1193 2806 28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口诀就是行者自身与火合一 与本尊合一 这个是修持附魔法最重要的口诀 那么行者自身与火合一 不仅在外在我们借着火的清净的能量可以清净我们的自身消除我们的业障 乃至于在这个观想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我们身上有疾病 我们都可以观想透过火的这个热跟光明在我们身上有病液的地方呢 我们去净化它 让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病液消除 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呢 我也提到 护魔火引到我们的自身 所产生的这种灼火的光明 通过我们中脉所产生的一切的大乐呢 我们可以供养整个虚空中的诸佛菩萨 供养整个宇宙意识 那么这个就是密供养 这个就是与火合一的当下 我们可以所做的一切的观修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口诀就是 不仅与火合一 还有与本尊合一 所以呢当一个行者在做护魔供养的时候 那么到最后我们跟本尊合一 那么在这个护魔火的光明当中 显现无上的供养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秘密供养 就是用我们真如佛性来圆满的 做广大无尽的供养 所以呢当我们跟本尊完完全全的合一 在虚空法界一切的空性光明当中 那么也就没有所谓我们供养本尊 或本尊接受我们的供养 因为此时呢是进入到一个合一 如火入火 如水入水 完全圆满合一的状态 所以修持护魔呢 到这个圆满的合一的这种状态 我们以我们自性的佛性 以宇宙的空性 来呈现最圆满的供养的时候 这个供养就叫做秘密的供养 那么这一坛护魔呢也叫做秘密的护魔 所以秘密呢不是很秘密的秘密 而是我们真正的那颗最清净的真如佛性 所以呢一个行者 所有一切的心念呢都在圆满我们的修行 所以呢我们或许在这个沙普世界 我们也跟一般人过着同样的日子 但是呢秘教之所以为秘呢 是因为我们在心念上的转化跟变化呢 是唯有自己自心明白的 所以呢我们在一切秘教的修辞里面呢 我们圆满我们自心的一个转化 一个无上的一个修行呢 是我们在秘教行者这一身修法里面呢 最重要的一个心念了 这个能够了解的话可以说是 用这个秘密供养来供养的话 是真的是最殊胜的 最无上殊胜的 今天非常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来跟我们做这么珍贵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再一次的感恩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祖谈亲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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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